星电视 社会公器 良心传媒 有你的支持 我们信心更充裕 请我们喝杯茶 星电视 STV 属于大家的平台 嗨 大家好 早上 祝福你平安健康 我觉得全世界的天气都很有趣 还有有时因为我们的地球越来越小 原因就是我们可以飞来飞去 我都说在两个月里 Mary经历了春夏秋冬 我在香港就已经是夏天 三月左右的时候其实就是春天 我都在香港 然后跟着飞来澳洲这边 就刚刚调转了 他们现在就是秋天就转进去冬天 那就是说其实都不要说 很长时间 真的在两个月里面 我就已经经历了春夏秋冬 但是感恩的 就是我比较喜欢热的地方 早晚凉不要紧 但是中间那段时间 我最怕最怕就好像英国的天气 天黑地 然后整天都下着雨 然后非常冷 我很怕这样的天气 怪不得我的朋友说 他说尤其是去了一个人地生疏的地方 比如说朋友初时移民 或者是工作 就是你去到一些地方一段时间 但是天气和我们本来香港 或者现在加州的天气不一样的话 有时真的挺准怀的 真的会真的挺准怀的 那好了 说完天气 香港其实现在这个时间 就是一些刮风的时候 不过我都听很多朋友说 我现在是澳洲 我明天就飞回香港了 我听很多朋友跟我说 其实香港近期都不知道为什么 很多很大的豪雨 就是很大雨 很容易就红雨 黑雨 黄雨就时时都有 其实我们出街上上学上班 或者开车 雨势太大 其实开车或者去街都有一点危险的 因为路滑 还有下着雨 你拿着傘 所以过马路的样样都要小心一点 那我在这边 澳洲我就发觉到 很多人一下雨就不太懂得开车 真的不太懂得开车 就是他们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间明明是好地地 大家都保持着一个所谓速度的 但是一下雨就哭了慢了 很有趣的 其实这些只不过我自己觉得 就是每一个人在不同的处境里面 不同的天气各样东西 自己各人的处理 就是你适应得好不好 那我今天其实想小小这题发挥 就跟大家讲一下我自己近况 我这几个月就 真的自从上年的圣诞节 我知道女女 我自己有个女的 那就是在澳洲的 那她主要做教育的工作 那我又不讲太多她的各人的东西了 那圣诞节是她生日的 那我就过了来这边 你知道这些年轻人 他们要上班的嘛 就是胃口奔驰 所以一般来说 都是我们这些妈咪啊 爹地啊 很有空啊 公公婆婆啊 那就会到处去探望自己的那些 就是儿子女女啊 或者孙子那些 那我就一样了 那有得飞 飞来澳洲 因为澳洲那段时间呢 就是夏天来的 就是我们的12月香港呢 和北半球呢 是冷的 那那里呢 就是这里 就是我讲的澳洲这个地方呢 就是热的 那我其实喜欢热的地方 那我就趁机过来过一下圣诞节啦 那收到好消息 那女女就告诉我 她已经怀孕 三个月以上了 那我说 那挺好啊 那我就一路呢 因为你知道 初初怀孕 就是她始终第一胎 不知道她是否懂的嘛 那所以做妈咪呢 就紧张点 因为没见到个孙子 只是见到个女儿 那所以呢 我就飞了来两三次了 那也都因为她住那个城市 那我就特意在那里 就买了一个单位 那变成了呢 就不用每次住酒店啊 因为我呢 一向我的习惯呢 就不是很喜欢住在新闻仔的家的 就是我不是说那些什么 什么相处好和住难 而是我不想住在他们那里呢 就是其实他累 我也累 就是大家都要够很多东西 那我就觉得 有时我过下去 就是比如早到晚在那里都无所谓 但是晚上我都是喜欢回到自己的地方住啊 休息啊 还有你知道 你知常常拿来拿去的东西也很麻烦 所以呢 我就因为个女儿 生了BB 就是有BB了 我就在那里买了一个单位 那我也跟大家说了很多次呢 就是布里斯班呢 它有三个城市 是大城市来的 一个就是雪梨 大家都知道的 第二个城市呢 就是墨尔本 就是叫第二大城市 第三个城市大的呢 就是布里斯班 布里斯班这两三年 特别多人喜欢移民去那里住的 就算本地的人呢 都会去那里买屋下住的 因为它的气候是很好的 它现在叫冬天 是十几二十度的 真的很舒服 好像我们长期秋天 那样的 很棒 所以呢 Mary就觉得 哎那挺好的啊 那它那里还很有趣的 有一条叫做布里斯班河 那条河呢 就一百年来呢 都已经水浸过很多次的 但是它们继续给它水浸的 那所以呢 你买屋呢 真的要小心点 就不要买到那些水浸的地方 那呢 因为我 就是要看个女儿了 所以我就 买了个地方很漂亮 我自己也很喜欢的 那就 时时都会落下来 就是当休息啊 见一下她啊 那感恩的 在六月初呢 是我就做了婆婆了 那他们很有趣的 原来就问 那你想个孙 将来叫你做grandma啊 就是很多很多名的 他们很多很多 这些短的长的 那我呢 真正说我是中国人来的嘛 那我就 哎我喜欢他叫我做婆婆 因为婆婆其实都挺容易发音的 是吧 那我们中国人都是叫做婆婆的嘛 就是grandma 那所以我就 我叫婆婆 那他们个人都挺同意 因为不用叫到乱了 一叫grandma 那那个 我女婶那边那边就叫grandma 个人都叫grandma 那就比较难一点 那所以呢 我就叫婆婆了 那一路呢 就 女女 托BB呢 都很很顺利的 那就 六月初 她生了个小孩 那名呢 叫做oliver 吓oliver 那我立刻查一下oliver 是说什么呢 就是什么意思呢 那些这样 那原来oliver呢 是全世界的人 改名呢 第三受欢迎的名字来的 第一受欢迎的名字呢 就叫liem liem liem 下liem 很多人都叫liem的 现在年轻的那些 新出生的那些 因为很多人叫liem 所以他们喜欢 第二个呢 原来叫nore nore 那第三呢 就已经是oliver了 那他们有个短的名字 叫做oliver 所以就oliver了 那些是他们自己 爸爸妈妈管了 那我为什么今天 跟大家谈这件事呢 我想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作为一个 我真的有机会做婆婆 那很多人呢 一知道之后呢 其实就有很多 不同的团体呢 就来请我去演讲 演讲是什么呢 就是说 女女托BB的时候 就是你知道很多人托BB呢 就除了一些complication 就是有些复杂的情况 出现之外呢 其实呢 情绪啊 饮食上面 都很多 这些 就是突然间 好像我这样 以前我托BB的女儿 真的很吵架的 我整天都要去吃铁板烧 就是 什么都不想吃 铁板烧 其实很多人 闻到一些味道都不喜欢的 人妇 我就很喜欢的 所以头那两三个月 一直到差不多六个月 七个月左右 我都整天去吃铁板烧的 好够营养呢 就是有牛肉啊 整天那些 只不过就要小心 就是不要热气 那原来真的有些 那么有趣的东西 好了 那女女就生了个BB 母子都平安 那很开心 那开始呢 那些朋友就很害怕 Mary就为孙过多了 就是为了个孙子 就过了龙 那我给大家知道一下 因为我今天一直都和大家分享 看看你们会不会 有好像我这样 我自己一早就觉得 OK 女女坐月的时候 我就请过坐月的帮她 是不是 那些叫midwife 那她已经第一句就说 我不要有人在我家 她说呢 我要和我先生两个人自己去照顾个BB的 那由她进医院 她就已经说了 她说 那头三天 你们不要来探我了 所有人都不能探 包括我女婿的家人 包括我妈妈 就是我自己了 都不能去探 她说这三天里面 你让我们两个去经历这件事 那我又觉得咦 很有智慧 因为其实人生里面 不是很多次 你可以和自己的先生 看着自己的BB出生 是第一个BB呢 是吧 那他们很好 BB就不是放在BB房的 是放在你自己的 因为他自己的一间房 就是私人房 那所以呢 那先生就不可以在这里过夜 但是早上真的七八点 她就已经在这里 就一直陪着她 到夜晚 又是七八点 吃完完晚饭 那她才走 那那个女女 就那个BB 一直都在她那个 叫病房里面 我觉得挺特别的 好 讲到这里 我们听首歌 我选了首歌 就很适合小朋友听 又很适合家长听 因为你迟早 你都要吃这首歌了 叫世界真世笑 人人常欢笑 不要眼泪掉 时时怀希望 不必心里跳 在那人世间 相助共挣 因此人家少得潮 世界真世笑笑笑 笑得真奇妙妙妙 实在真是世世间 娇笑而妙潮 又有阳光照 劫有朗月妖 也凡同欢醉 相依相对涉 曼妙妙妙妙妙 在那人世间 在情场远 愿之人家少得潮 世界真世少少少少 笑得真奇妙妙妙妙 实在真是世世间 实在真是世世间 飙笑而妙妙妙 夜雇妙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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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妙 我们落遥遥在那人世间 受忘想看 怎知人得小得潜 世界真是小小小 小的真奇妙妙妙 实在真是世世间 娇小而妙妙 遥遥人相隔 心里不相接 万里连心路 用爱做唱片 流遥难家装 千里共你爱恨 因此人得小得潜 世界真是小小小 小的真奇妙妙妙 事实真是世世间 飙笑玲珑又妙子 未靠于此身 分身花见光 人类如轻敌 不应分离我 人情逢死开 千里亦一急 应该无需分离我 世界真是小小小 未经许可不易 未经许可不易